看这颗卡特兰虽然之前被晒伤 剪掉了好多叶片 依然长了这么壮的一个甲林径 也出了很壮的花鞘 可是我今天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花鞘 里面是空的 我们知道卡特兰开花是这样 它先出花鞘 然后再出花苞 花苞是藏在花鞘里面的 这算是一种保护装置吧 避免花苞一出来小小的时候就被虫给砍了 看这儿还有个蚂蚁 花苞如果出来藏在花鞘里头 对着光是能够看到的 就是有黑影在里面 我这儿瞪大眼睛仔细看半天 什么黑影也没有 这花苞还没有分化出来 卡特兰指出来花鞘 没有长花苞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看到花鞘之后 只能说八字有了一瓶 那第二瓶还要等到花苞出来 不过即便花苞出来 有时候也不安全 比如说这个 当年就是花苞从花鞘里出来之后 还被虫咬了 很可惜 之后又被太阳晒了 现在也长了花鞘 还没有看到花苞 我想了一下 可能因为最近雨水太多的缘故吧 花鞘出来时间不算短了 但是花苞还没有踪影 所以接下来下雨的时候 我要把它放到淋不到雨的地方 稍微给它控一下水 在花苞的分化阶段 也就这会儿 稍微给它控一控水 让它略微偏干一些 是促进花苞分化的条件之一 还挺重要的 再另外的条件就是 要有足够的光照 在不晒伤的情况下 尽量给它明亮一些的光 所以现在早晚我让它晒一下直接的阳光 然后中间呢是在树荫下 属于明亮的户外散射光 然后还可以给它一些开花肥 就是鳞偏高的那种肥 最近因为雨水比较多 基本上不需要我浇水 施肥这事也就给放下了 所以肥也基本上没给 可能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接下来我准备把它搬到盆下 淋不到雨的地方 那水就由我来给它浇 间隔我会拉长 让它稍微干一点才给 水里我会放点开花肥 严重晒伤之后 依然能够长了花翘 我就会已经挺意外的了 如果再能开花 我肯定是会很开心的咯 这棵兜兰看看这儿 夜心里有东西 这应该是花我觉得 当然还很小 再等它长长就清楚了 最近我也是把这个兜兰放在外面淋雨了 其实拿出来的有点晚 给忘了早一点拿出来就好了 它不仅夜心里有东西 旁边也出了芽 那这个就是下一次开花的那个芽